警方丟催泪弹驱赶民众 秘鲁总统酷辛斯基24号 以健康恶化为由 特赦日益前总统腾森千叶 引发国内动荡 数千人上街抗议 面对秘鲁民众的怒气 腾森千叶也上传一段影片 手斗向全国民众道歉 现年79岁的腾森 在1990到2000年执政期间 打刀阔斧推动经济改革 并且平定共产党 以及游击队带来的内乱 不过担任总统期间 也犯下贪腐 以及侵害人权等罪行 因而被判处25年刑期 今年腾森健康恶化 23号更因为血压严重下降 加上心率异常 从狱中转送到医院 根据我承认到法律 如你们知道 我决定昨天24月2017年 承认人性的承认 先生Alberto Fujimori 正确是不败败 全承认是被判复的 密鲁总统库星司机被控 涉入巴西建设公司相关贪腐弊案 日前夺过弹劾后 就宣布特赦腾森在内 一共8名囚犯 而腾森的女儿腾森惠子 就是推动弹劾案的反对阵营 但在弹劾最后关头 和腾森惠子唱反调的同党议员 竟然是腾森的儿子腾森健恶 一连串巧合不禁让外界质疑 酷刑司机和腾森家族达成黑箱协议 躲避弹劾来保住自己的总统大位 欢迎新闻陈思瑜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